蒋亚海桥的这些作品有一个核心的必须要提 虽然有一点点时间长了 就花天谷 其实那个 你觉得那个戏 是不是对你有一个真的特别大的意义呢 因为好多人就是通过那部戏知道我的 包括现在其实有好多 人不太看网剧嘛 他们在电视上喜欢看剧的人 那提到我的时候还会说是朗哥哥 你觉得那部戏在最开始你在拍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 哇他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状态 没想到会是一部很不错的剧 但是没有想到会当时那年夏天 暑假的时候就是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就没想到 我之前拍了那么多年 都不如这一部剧可能带来的效果要好 大家知道我的效果要多 比如现在归到此刻的海桥 你在17年有没有什么 就职业上那些小心愿啊 小目标以为 还是能够更随心所愿嘛 去演一些自己想演的一些戏和角色 然后可能 因为我觉得演员是一个 特别需要感觉的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 但是与我来说是这样 我还没想到